哈喽大家好 我是叶体老师 今天是投票日 有些人看好了心目中的候选人 投下神圣的一票 却不知道他的投票章上的东西是 错的 怪怪的 所以今天叶体老师就要来帮大家 诶 厘清一下 到底真正的投票章是什么样子 来 我们马上开始 这个是投票章吗 好像很像对不对 不对 他是韩国艺人G-Dragon的logo 小心不要投错了 这个是投票章吗 看起来有点像被画过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叫做 Polar 北极的这个 品牌的logo 诶 不要画错了 这是什么 金士曼 电影那个咻咻咻特务金士曼 这个 这什么 旁边没有解好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Uber的会员啊 Uber One 如果很常点的就用这个 Uber One 好不好 没有在业配 这是什么 冰室 我们开在路上的 你也很常看到 诶 不要误会了 这是什么 漫威的英雄啊 死侍 这是什么 核神话 代表说他有核泄漏 辐射 诶 当你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不要打开他 诶 不要投票了 赶快跑 这是什么 血轮眼啊 佐助啊 SASUKE 不要投错了 这是什么 哎哟 抖音 不要看 这是什么 哎哟 一个牛 一个围栏 这是一道数学题目 诶 刚好我手边 我是教数学的嘛 不要投错了 这是什么 铁三角的耳机呀 很高级呀 学生 多念书 你就会去买高级的耳机 你就 不会投错了 这是什么 你电脑的开机键啊 不要按错了 好不好 电脑开不了机 就是按这个 这是什么 明觉汽车的一个品牌 它原本是英国品牌 最近刚好在看车 好不好 不要投错了 这是什么 哦这个 Peace 我们和平 Peace 反战标签 Peace 不要投错了 这是什么 诶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投票标签 长这样啊 我们再看一次哦 投票标签 长这样 GDragon 的标签 长这样 好不好 不要投错了 你想投 张善政 还是想投给 郑运鹏 结果 一不小心 投给了 GDragon 这样就 得不偿失了 好不好 不要投错了 我是叶体老师 我们今天 最后还是放上这个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 投票教学 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这个 单元非常有趣哦 希望 喜欢的话按下订阅 我平常都在分享这些东西 好不好 我是叶体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